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次我在香港短學生擔任的角色是隊服 我是負責帶一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那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麼多大陸的年輕人 再加上過去聽過許多人或者是媒體 對大陸人有很不好的評價 所以在出發前其實我的心是很焦慮的 但是我非常期待看到神的國度還有神偉大的工作 那在開始服侍中國的弟兄姊妹之後 我發現其實他們非常可愛 那我也覺得我們真的是一家人 他們許多不好的言行舉止其實是受到環境的影響 就是當他們到有秩序的環境就會變得有秩序 那其實這次短學生最令我印象深刻 是他們非常非常的渴慕 就是我的小隊員大部分是他們教會裡面的核心同工 他們是想突破就是希望帶著一些突破回到他們的教會 那在我眼中只能用四個字形容他們 就是熬熬帶步 就是他們非常的餓 而且就是為了他們他們仍然很餓 那早上我們會有成功的時間還有吃早餐的時間 但是他們寧願不要吃飯也要提早去排隊 那在排隊的時候呢其實是人擠人非常悶熱的 但是他們卻一點怨言都沒有 那到了聚會 那聚會的位置只不過是在中間的後面一點點 他們就會問我說我們是不是來遲了 就是其實也讓我覺得壓力有點大 然後就是他們敬拜的時候總是很感動 像他們聚會的時候 我坐在他們旁邊可能只要一敬拜完 就往兩邊一看就是旁邊人都掛著兩行淚 就是非常的渴慕 那成功的信息因為他們趕著排隊 所以會來不及分享 他們就會一直跟我要信息的內容 那在小隊時間當我跟他們分享 在我們教會許多人就是病得醫治的見證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用發亮眼睛看著我 而且我話還沒有說完 他們就會回報非常熱烈的掌聲 對 那因為就是我的小隊員非常的渴慕 所以我也看到神在他們每個人身上的工作 都非常的強大而且直接 許多的人在聚會當中就是被聖靈充滿 心理跟身體的疾病都被神医治 那晚會結束後他們總是很興奮的分享聖靈的工作 我完全不用多說什麼話 他們自己的分享就很造就彼此了 那我們小隊還有一個姊妹 她是冷淡退後的基督徒 她是被她媽媽逼來參加特會 我也還來不及幫她認真禱告 她在第二天醫治晚會之後就完全的翻轉 非常的火熱 那整個特會不是只有在我小隊員身上 我看到神已經在中國預備了一批大軍 就是中國教會的復興令我非常的驚訝 雖然他們因為政治的因素不能夠很自由的聚會 但是他們說壓制越多他們就越渴慕 我也覺得在台灣的我們很幸福 因為擁有很多的資源可以受裝備 中國有很大的需要是我們需要給出去的 那這次服飾因為小隊員非常的渴慕 神的工作也很強 是我當隊服有史以來最不勞心的一次 所以我問神說 在這次的特會他要我學什麼功課 神就問我 你有享受服飾中的安息嗎 並且神給我這段經文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驚醒 感謝神讓我知道是他完全的掌權 他用全能招聚中國的百姓到香港 並且自己餵養他們 這是我學習親神的服飾 一個很重要的經歷 把榮耀歸給神 那請我聽不懂 今晚會第二次的大禮 我要演唱 都會 對 為淮血 他 那